我们现在更换这个石鹰条 我们首先把里面那些毛刺啊灰尘 把它先清洗干净 然后准备一条新的石鹰条 用酒精把它擦一擦 然后放到这个槽里面 然后这个平面槽我们忍着一边 台阶那一面擦到玻璃台面那一边 然后再放下一张板 然后把这三个固定螺丝装上 然后我们先把这三个螺丝拧进去 然后我们对齐把这个石鹰条对齐这个 这个模具的边缘 然后用手去按压这个石鹰条 然后我们用这个六角石把这个螺丝 把这三个螺丝均匀的锁紧 这三个螺丝不用锁太紧 不用锁太紧 但是三个螺丝那个力度一定要均匀 然后我们左右移动一下 看到会不会移动 然后下一步我们把它放到这张板上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真空吸附降低一点 把这四个小的螺丝留松 让它这个石鹰条 让它这个真空吸附让它沉下去 不要擦过这个玻璃面 让我们把这个找一张比较平整的玻璃 比较小比较平整的玻璃 然后放到玻璃上面用手去按扬它 没有间隙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石鹰条到平的高度 然后我们来调节这四个螺丝 我们先把这个四个螺丝顶到底 顶到底之后我们用手去摇晃一下 看到有没有前后或者左右不平 如果有的话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来调调这个高度 现在每个螺丝都转了五圈左右 我们来摇晃一下再看一下 左右摇晃前后摇晃一下 然后稍微微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这个板上面 这个螺丝的那个圈数跟这个玻璃的高度 它是不一样的 要根据实质情况来调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度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实音调这个面 要比我们玻璃压盒的这个位置 要高0.5个毫米左右 然后我们来根据这个高度来调 现在是高了一点点 我们把它降低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重新放回去 看一下再把玻璃挪过来再看一下 好 现在就差不多了 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面 吃银条这个面 比这个我们这个压盒的位置 压盒的那个面要高0.5个毫米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稍微调整一下 在前后左右牙放一下 然后就把它重新放回去 这个高度可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两个固定模式把它锁上 然后这个 全后的距离 前后距离还有这个位置 我们要通过这个刀头 下来之后 我们按这个刀头对位 看这个刀头落到这个实音调哪个位置 我们刚开始没调好的话 应该是落到实音调中间的位置 大概是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稍微把这两个固定螺丝锁紧一点 锁紧一点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刀头收起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高度 然后下部我们用笑表 笑一下这个实音调面的水平 然后我们配的话 先把这个表头装到这个卡槽里面 然后把这个螺丝锁紧 然后再搞一块平整的铁块 然后把这个笑表这个磁点 把它吸到这个铁块上面 然后来通过这个旋钮来调整这个笑表 把它调成最好是调成一条直线 然后把这个转盘调铃 转盘调铃 然后这里有个小准点 然后我们把它摸到这个前面这里来 然后现在开始笑正这个平面 然后效表这里有个小圆点 效表这个小圆点 我们测量的话 要比这个实音条面 要低一点点 这个小圆点比这个实音条面要低一点点 然后把它挪过来 稍微把它按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移动这个玻璃 然后看它进来的数值是多少 比如它现在是大概是40左右 然后移到这一边 移到右边的话 数值应该也在40左右 它就是它这个面就比较平整 然后它这个现在变成20的 指针第十针走的话 那就表明这边高了 高了我们就把这个螺丝锁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销表 再销正一下 我们不管进来的数值是多少 进来的数值多少没关系 但是这个从左边到右边的数值 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指针还是历史针走 就表明这边还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 我们把这边再调高一点点 所有的光级大家就会用到 只要不评论这个玻璃 上面还有的盐 但是这边是小招待 学习用的 可是第一 eastern 我们再来様子 并ón共同家 进来的数值是现在是7左右 我们移到这边 再把这个调高一点 现在数值的话 左边跟右边的数值的话是一样的 这一看一下 要直针不动的话 就表明这个水平是调好了 左右移动的时候 然后这个水平 我们就左右的水平我们就调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水平 我们来移动这个铁块 看到进来的数值是多少 我们前后移动一下 数值保持一样的话 我们就是调平了 我们来移动这个铁块 前后移动一下 这个小圆点不要超出这个死印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前后移动一下 这个数值是一样的话 那前后的平衡也是好的 然后死印条的水平 我们就校正好了 把这个校表拿开 我们再把这个平重新推过来 看一下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已经调好了 调好之后我们 这个死印条这个面 跟这个压盒的面 最好是平行的 压盒的面 就是焊接的面 死印条的面跟焊接的面是平行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从后面推过来的时候 它会轻微撞到死印条 我们需要抬起来一点点 才能放到这个死印条上面 然后这个高度已经可以了 下面我们把这个灯条装上 下面开始我们调整上面刀头 先剪两条铁肤龙 放到这个死印条上面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刀头对位 让这个刀头落下来 刀头对位的话 这个气缸是没有压力的 它是靠那个气缸的制重 然后落下来的 然后我们用手去 拉动这两根铁肤龙 看它左右平不平衡 比如说这边 左边松一点点 我们就把这两边 这两个螺丝 往下紧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拉动一下 看一下 现在左右的平衡已经调好了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刀落下来 在死印条面上前后的痕迹怎么样 好了 那推荐的 我们下来 在死印条面上的痕迹 那是什么 往下紧来 这样关系